卡塔尔世界杯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 过去的三年是无数人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黑暗时光 世界人民太需要一场盛会来提升自己最生活的期望 这个重任只有足球才能承担 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连接着黑暗与黎明 交汇着暖流和冷流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这个舞台一定会让我们心情澎湃 在过去的24小时已经发生了一些事 不到300万人口的小国卡塔尔 世界杯期间竟然涌入了120万游客 这些游客无需核酸 无需隔离 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了 卡塔尔真的是够刚 开幕式很壮观 细节不再描述 最让中国球迷出戏的是 开幕式上一个貌似大白飘过 好像要给全场观众做核酸 接下来四场小组赛中 东道主果断输了个0比2 创下了一个东道主开场输球的记录 伊朗对英格兰这场比赛 最引人注目 不定有看点 2比6的比分很大 过程很精彩 但最吸引眼球的却是在比赛之外 开场前双方唱国歌环节 伊朗全队选择拒绝唱国歌 以此表达他们对国内女性 争取自由的支持 国际足联的官方画面中 一名看台上的伊朗女性 此时泪流满面 伊朗球员的抗争是为了女性 今年9月14日 22岁的伊朗库尔德族女子阿米尼 因未带头巾被当街逮捕 两天后在医院离奇死亡 有目击者称 阿米尼遭到警方的殴打致死 两天后 愤怒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几天前有媒体报道 伊朗已有15820人在抗议活动中被捕 其中341人丧生 其中包括43名儿童和25名女性 伊朗的足球明星也加入了抗议行动 9月27日 前亚洲第一前锋阿里戴伊 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希望政府解决伊朗人民的诉求 资深一点的球迷 应该不会忘记这位中国足球的苦主 这位今年已经53岁的球星 高中毕业后 考入伊朗最著名的学府 德黑兰大学 攻读冶金工程专业 如果没有足球 他可能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但是他却选择了和鸡蛋站在一起 赛前发布会上 伊朗队队长哈伊萨菲 更是直接了当告诉全世界人 我们的人民不幸福 我震惊于这位球星的勇敢 他们不怕回去之后被清算吗 哪怕是最轻微的惩罚 比如被禁止参与足球运动 他们也会失去收入来源 如何养家 如何供防 如何看病 这些现实的问题 他们不用考虑吗 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女性 甘愿丢掉饭碗 甚至进牢 伊朗的历史让人唏嘘 四十多年前 伊朗女性并不用带头巾 他们那时的时髦 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 更让很多人想不通的是 经过四十多年的残酷洗礼 伊朗男人居然还能这么刚 恩类文明固然前进不易 有时甚至一进三退 但是这世界永远会有热血 在为正义燃烧 他们可能并没有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 可能仅仅是以沉默应对 但是在众人接唱赞歌的时候 做个沉默的人 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历史被翻过很多夜市 希望世人不要忘记 这些为解放与自由 而勇敢抗争的 男子足球运动员们 给勇敢者以舞台 更给软弱者以勇气 这就是足球的最大魅力